20公尺高的巨浪 七层楼的高度向他们迎面袭来 恐惧无助 人类何等渺小 幸好家人都在一起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塔克罗班市中心 目前还是一片荒芜 据说有灾民因为抢夺食物 被军警当场开枪打死 好 根据刚刚目击者的描述 在大浪卷过来的时候呢 都高过那个树梢了 因为罹难者太多了 这个地方曾经还放满了 很多罹难者的尸体 不过军方今天已经把遗体 通通给清除了 没有尸袋 没有帐篷 也没有食物 甚至没有水 这里什么都没有 唯一有的只是恐惧 菲律宾政府救灾效率奇差 超过五千人 仅在机场想逃离这里 幸运搭上军机的像他们 可以被美军载回首都 都还是少数 终于能够重回人间 他们已经要写天 TVBs新闻前中国华林蔡风泽 在菲律宾塔克罗班的 电报报道 好 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个新名词 这是NHK陈坚新闻报道的时候 最近所出现的名称 叫做绝食男 而绝食男呢 是从草食男这个名字演化而来的 所以你可以了解 它跟饥饿不吃毫无关系 而是指终生不爱不婚 弃绝任何亲密关系的男性 那么日本呢 本来就有肉食女草食男 对造的性别称谓 现在变成绝食男 这叫女性该如何接受 恋爱不积极 对事业没有野心 当男人变得越来越温馴 女人只好倒过来变成肉食女 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草食男逐渐进化 可以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吃饭 偶尔再去DVD店 做点养眼的片子来看 日子过得这么惬意 干嘛要娶个管家婆 找自己麻烦呢 这年头年轻男孩子 甚至连草都不吃了 干脆绝食了 21岁的藤景谦 一个人住在神奈川 虽然他在脸书上 有不少女性朋友 但他至今还没有交过女朋友 虽然不把妹 但藤景谦休假时 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练就一身好手艺 就不用求女朋友 或妈妈煮给你吃 来参加的男生 都跟藤景谦抱持一样想法 觉得跟同性相处 比较轻松 未来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 不结婚也不谈恋爱的 绝食系男子 在日本越来越多 一项针对1200位 20岁代年轻男女 所进行的调查 男生有将近半数 45%从未交过女朋友 但年轻人继续这样 不恋爱也不结婚 少子化的问题 只会越来越严重 为了抢救下一代 九州大学 特别开了一门 婚学讲座的课程 教授恋爱技巧和婚姻价值 老师对自己的学生 进行调查也发现 超过七成 都没有交过男女朋友 看看上课情形 男生和女生 被刻意安排穿插座 至于怎么跟异性沟通 老师也是从头开始交起 其实日本正朝着 未婚社会的道路迈进 50岁从未结过婚的比率 从1950年代的1% 激增至现在男性19.1% 女性10% 但到了2030年 男性未婚比率将逼近30% 平均三个人就有一个王老五 都会的情况更严重 以东京新宿区为例 不分年龄区内未婚的男性 达50% 女性也有42% 新宿区今年9月 特别对区内的未婚男女 进行了访查 不结婚的主因 不外乎是经济考量 还有不想改变 目前的生活方式 但如果未婚人口只增不减 未来地方的财政负担 恐怕也会跟着加重 不结婚 勺子化 日本的社会结构正在松动 但要让绝食男回头吃草 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只有气象专专业主播 任立宇仁先生 今天真的是明显的感觉到变热 是的 一点都没有错 北台湾地区 今天的高温达到26度多了 明天开始又不一样了 雨又会有 你看天影图 这是今天的 东北风还在这边 但没有过来 所以今天温度上升 但是很快的 这边高下冷空气 源源不绝的会移下来了 另外一个 今天很干 昨天我们讲说 这边都是没什么云层的 今天不同了 这边有一条封面云带 明天会通过台湾上空 南边也有一些云层会影响得到 所以说未来这两天 又是容易下雨的天气 天影图上 我们再来看看 明天有一股冷空气过来了 天气转凉了 尤其是云量又增多 所以说北台湾又要下降一点 到后天跟明天是差不了太多的 但是到大后天又不同了 有另外一个冷空气过来 但这个过来是干的 它会使得礼拜天以后 会比较晴浪 但是温度是往下掉的 而且这一次影响会有三天之角的 比较干冷的这种天气 明天当然不同了 当然还有一个海面风浪 明天又要增大 超过两公尺以上的浪高 看看明天的雨报 首先我们看到明天又会下雨了 高温又变成22度 今天26度 中部没什么影响 仍然是晴朗的 白天还是有28度 南部也是一样 晴朗白天还是热的 东台湾也有点雨 外岛三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斗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 明天季风增强 后面通过 第一个会有雨 第二个会转凉的 海面也有抢风 两天 两天以后 还有更点冷的空气 但是会干的空气过来 温度还会降得更多了 所以明天开始 提醒大家注意到 就是温度的往下降 这就是今天的气象 谢谢您今天收看TVBS Focus全球新闻 和世界接轨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地球黄金线